各位同修大家好 首先呢非常抱歉 今天因为是在室外录制 所以光线太强戴着墨镜 先跟大家抱个歉 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杂阿寒经的第97和98经 这两个经呢都是要讲一个问题 同样都是起实 那么修行人 比丘 画园的和尚和普通的乞丐 有什么区别 那么第97经和98经当中呢 世尊就有所开示 下面我们先来说第97经 97经呢记述的是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 世尊有一天呢去摄位城起实 在起实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位非常年老的婆罗门 这位婆罗门呢 他不是一个修行人 但是呢当他看到世尊在沿街乞讨的时候啊 他就说 沙门渠坛摄杖时波加加起实 我义摄杖时波加加起实 我与渠坛据是比丘 他说我也是主着拐杖 每加在起实 沙门渠坛也就是世尊 也是主着拐杖在加加起实 那么我和沙门渠坛都是比丘 都是修行人 这个时候呢 世尊就评论说 所谓比丘者非但已起实 受持在加法 是名何比丘 所谓比丘呢 不光只是有起实这样的一个标准 如果你受持的是在加法 也就是世间法 而不是初世间法的话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是走在修行道路上的话 那你怎么能叫做比丘呢 于功德过恶距离修正心 其心无所谓 是则名比丘 所以在这经当中呢 世尊告诉比丘 修行人可以去化缘乞讨 但是呢 乞讨的人并不等于比丘 这经非常简短 那么第98经呢 更加有意思 因为第98经的经文呢 比较长 所以我一边诵读 一边跟大家解释经文的内容 杂涵第98经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居萨罗人间游行 致意纳罗聚落 注意纳罗临终 二时世尊卓一持拨 入意陀罗聚落起时 而作试念 今日大早 经且可过耕田婆罗豆 婆遮婆罗门做饮食处 二时耕田婆罗豆 婆遮婆罗门 五百距离耕田 为作饮食 时耕田婆罗豆 婆遮婆罗门 摇见世尊白眼 去谈 我经耕田下种 一供饮食 沙门渠坛 一应耕田下种 一供饮食 这是世尊呢 去拜访一个大户婆罗门人家 准备去找这家婆罗门化园 但是婆罗门在见到世尊说啊 我是靠我自己家庭的人呢 种田来提供饮食的 那么我认为 沙门渠坛 您也应该耕田来提供自己的饮食 佛告婆罗门 我一耕田下种 一供饮食 那个世尊就告诉婆罗门 我也是一个种田的人 我靠我种的田来获得饮食 婆罗门白佛 我都不见沙门渠坛 若离 若饿 若秧 若迷 若禅 若鞭 若鞭 而今 渠坛说言 我亦耕田下种 一供饮食 耳时 耕田婆罗斗 婆遮婆罗门 既说几言 自说耕田者 而不见其耕 为我说耕田 令我知耕法 所以在听到世尊说他也是耕田的人的时候呢 这个婆罗门非常的不以为是 评论说 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用任何的农具 我也没有看到你劳作 你怎么能说自己是耕田的人呢 还想教我耕田 他非常不买世尊的账 因为这样呢 所以世尊又说几言 信心为种子 苦心为食语 智慧为食恶 惭愧心为原 正念自守护 适得善欲者 包藏身口液 知识处内藏 真实为真诚 乐助为泄息 精进为荒废 安隐而肃尽 只往不转环 得到无忧处 如是耕田者 歹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 不还寿诸有 那么这时候 世尊呢 就坐骑解释说 我们修行人呢 耕种的不是一般的农田 我们耕种的是众生的新田 正是因为世尊和比丘的劳作呢 才能够让众生获得甘露果 然后不受诸有 能够这个 跳出三界六道的轮回的限制 十耕田婆罗豆 婆哲婆罗门白火炎 善耕田 去谈 极善耕田 去谈 于是耕田 婆罗豆 婆哲婆罗门 闻世尊说记 心转增信 以满波香美饮食 一封世尊 世尊不受 这位婆罗门呢 听到世尊解释之后呢 表示 极为认可 说世尊善耕田 极善耕田 并且呢 拿出上好的饮食来招待世尊 但是世尊这个时候不接受 是为什么呢 以应说既得故 既说既言 不应说法故受彼时而时 世尊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是因为 对方觉得自己说法说的好 所以好像是赏赐一样说 哎 你说的好 这个请你吃饭 那么世尊对此呢 不为接受 那么这就回到了刚才世尊所说的一个重点问题上 就是出家人虽然表面上看着是向众生启示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乞讨 而是出家人呢 自耕自重 他播种的是众生的心田 因为自耕自重的获得饮食 而不是说因为讲经书法说的好 然后呢 请求众生的这个恩赐 所以这就是比丘出家人和一般的乞讨人 或者说卖艺人 非常不一样 如果您是因为这个世尊说的好 或者是这个说法的人呢 他讲经书法说的好 而给他们赏赐食物钱财的话呢 那你就是把他们当成了卖艺的人 就没有对世尊和出家人有足够的尊重 那么这位婆罗们呢 因为世尊说法说的好 所以就要给世尊供犯 那么世尊是拒绝了 世尊说 不应说法故 受彼时而时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这个讲经书法说的好 而提供饮食 这样是不尊重的 接下来如是广说 如前为活与婆罗门广说 这里边有一个很大一段的这个省略 那么希望以后我在看南传经文的时候 能这个展开来讲 活与婆罗门的这段经文 接下来 十 耕田婆罗豆婆遮婆罗门白佛言 取谈 今已此时安着何处 这位婆罗门说 啊 世尊 既然你也不吃这个饭的话 这个饭我现在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佛告婆罗门 我不见猪 天 磨 饭 沙门 婆罗门 天神 世人 堪食此时而得安身 婆罗门 入吃此时浊无虫水中 及少生草地时 婆罗门既吃此时浊无虫水中 这一段非常关键 如果已经看过这个南传的大波涅槃经 就是我们汉传阿含经里的游行经的话呢 就知道说这个食物呢 实际上是有毒的 因为在最后吃到这个涅槃之前的料理的时候 世尊也说 我不见猪 天 磨 饭 沙门 婆罗门 天神 世人 堪食此时而得安身 所以世尊呢 是通过神通之道说 这个饭菜里是有毒的 所以呢 他没有接受 所以他跟婆罗门说 把这个倒在一个无虫水中 就是没有太多虫子的水里边 以免把那些无辜的虫子也给杀死了 然后呢 倒在没有太多草的地上 以免把那些草也给杀死了 然后婆罗门就照做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水既淹起涌沸沸 揪揪作声 如热丸头于冷水 揪揪作声 如是彼时 头灼无虫水中 淹起沸涌 揪揪作声 这个饭菜 倒到这个冷水当中 就好像这个铁块 就好像铁丸扔到了冷水当中 开始冒烟沸腾 说明这盘饮食的毒性非常的强 使婆罗门做试念 沙门渠滩 实为奇特 大得大利 乃令饮食 神便如此 这个时候呢 婆罗门说 哎呀 沙门渠滩太厉害了 是用了法力 把这个食物呢 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是想啊 这边是有一个悬念 究竟是婆罗门 用了有毒的食物 想要毒害世尊呢 还是世尊真的是用法力 把一盘很好的美食 变成了 变成了有毒的 变成了有剧毒的 这样的一盘食物 我个人的判断 因为世尊这个到处 讲经说法 应该是得罪了不少婆罗门 弄不好这个婆罗门呢 是起了歹心 就是想要毒害世尊的 因为他从开始的时候 经文开始的时候 其实对于去 咱就不是很尊重 所以他有可能 意图要谋害世尊 所以准备了有毒的料理 但是被世尊识破 但是这也是种可能 那么经文当中呢 应该是认为 这个婆罗门的料理 本身是没问题的 而世尊通过法力呢 把一盘没有问题的料理 变成有毒的料理 所以让婆罗门 见到了世尊的神通 那么接下来 十 比婆罗门见识锐硬 信心转增 白佛言去谈 我今可得于政法中出家 受据足否 否告婆罗门 如今可得于政法中出家 受据足 得比丘分 比记出家矣 读尽四维 所以族姓子 剔除虚法 着加沙依 正姓 进非家 出家学道 乃至得阿罗汉 心善解脱 那么最后这一段呢 究竟是关于这位婆罗门的 动机和结局的真实描述呢 还只是一个经文格式呢 那么这就是一个 不得而知的千古悬案了 但是就我个人 从上下文分析的话 我觉得 世尊把一盘这个 好好的食物变成有毒的食物 来显示自己神通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更大的一个可能性呢 是这个婆罗门呢 一开始有意加害世尊 但是呢 被世尊这个 以天眼识破 食物有毒 没有接受 所以当场呢 就幸福了世尊的法力 而这个 头拜世尊 然后出家修佛 我觉得这个在逻辑上 比较通顺一点 感谢各位同宵和我一起送经学习 好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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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